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西方的国家 主要是从哲学的观点栏目 但现在 更多人 也会在哲学的观点栏目 有些人 也会在哲学的观点栏目的观点栏目 蝴蝶梦 庄州梦蝶 对 他说呢 他最喜欢的庄州梦蝶那个故事 对 我非常喜欢 蝴蝶梦 对 蝴蝶梦 庄州梦蝶 庄州梦蝶还是庄州变成蝴蝶了 还是蝴蝶变成庄子了 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是不是 对对对 请问一下 菊佑道长 是不是国外有没有从生活方面来有庄子的 对 他是朋友在生活里面或生活点画 hear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n live 有没有从生活方面有庄子的 有啊 請你抬 вн想 hen helpful can you give a general idea on this point 对 On can trust Yeah the-drone influence of person's life Oh 对 嗯 你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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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问题一样 有容和无容 对不对 从这方面讲 有容和无容 用适 and usefulness 对对 用适 and lonely use 对对 用适 and lonely use 嗯 Tronze teaches us to relax in our daily life and to accept things as they are and to be happy with the way the world is and our life is 我欢迎 他说的是庄子教导我们 就是说在生活当中要做到自在 要放松 接受生活的现实 你们在英国 比如英国 你们在年轻一代的学者 像你这做博士 你们为什么去研究庄子 为什么研究中国的道教呢 他说 as young people and a young scholar as you why do you research the Chinese drones and the Taoism 唯 尊敬了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是健康的 一种怪物的 有机会 训练习 美国学书 也训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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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训练习 但训练习 与大觉 大师 唯 他说因为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但是通过研究这个道教和庄子的思想 我认为我们的生活空间变得更加扩展 你认识更多的从指导人生这个角度 是吧? 指导人生生活 从生活 对? 指导人生 当你研究中 主要主要主要 主要主要是分析我们的生活 对 非常感谢 谢谢你 我来猜完猜完你的师父 比方九道 你在近年来 把我们的老子的大道之女 把我们的道教 几乎是谱及到世界的好多个国家 尤其是在英国,你是英国道教协会的名誉会长,你的学上是法国道教协会的会长,你为什么要想到把他们中国的大道往世界抛弱? 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和西方和世界的文化越来越接近,所以中国文化是被西方人越来越接受,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中国信道的人,有责任,有义务去传播中国道教文化。 你现在这个你的祖地已经走了几个国家,在国外已经收了多少地址? 弟子没有成绩,基本上像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西班牙都有我的弟子。 没有个准确数字? 还没有。 就是说你这些弟子,他在接受咱们中国道教文化的时候,他主要是接受什么? 他是从这个修身养性方面,更多的是注重养生,道教的一个中心那种就是注重。 精神警戒,才是做一个信仰方式。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你觉得你在这个各国去普及咱们道教的知识,遇到什么困难? 到国外倒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他们都很欢迎。 那些很尊重。 那些很尊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国内现在也越来越自由了。 你们好。 这个国际上,老子热,庄子热。 全世界都在热。 但是中国为什么热不起来? 你谈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庄子和老子它不光是一个道教的一个教主问题。 它也是中国历史上,或者对中国现在是从文化很多方面都是有贡献,有影响的。 这个问题从中国政府,或者中国文学界也应该更多地去重视它。 再加上道教徒对它的尊重,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个,我们这个庄子它不仅是咱们道教一个一尊神, 它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美学家, 包括文学家。 这个,所以更多的在各个领域,我觉得都应该更普及庄子。 更普及老子。 老子,我上次在这个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一个观点。 这个,让老庄热首先在国内热起来,首先在老庄的故事热起来。 譬如咱们这个老庄文化,我觉得它不仅是咱们民权的主体文化, 不仅是商学的主体文化,是河南的主体文化,也是中国的主体文化。 将来未来,我感觉到它要变成世界的主体文化。 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 我赞同,我相信可以。 因为我们上次来参加老庄文的神像开放, 这次又能参加这个庄子部里进行这样一个盛大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当地政府还有当地的这个群众这么热情,我想很烦是会走向世界。 谢谢。 王老长,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老道讲究这个张扬个性,对吧? 但是这个人类个性的张扬和道的这些的约束,在中国和国外有什么不同? 请你给我谈一下,我反过。 老道不是张扬个性,老道要清静无为。 清静无为。 反普归真。 对。 就是国外的一种信仰,他们现在能接受中国这种信仰。 道教是一个自重生命,自重今生今世要修炼徒。 在中国来说道德的约束,对人类个性受了有压抑。 道德的约束,他说在道教来说没有约束。 他就像道德,他讲一个道法自然。 这个法律让人不敢做什么,道德让人不愿做什么。 请你谈一谈从道教,请你谈一谈你的看法。 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对吧? 法律是什么? 对,法律让人不敢去做什么,对吧? 那一个框框。 但是这个装子的客气就是我姑娘的客气。 对。